据每日经济新闻近日,从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,法院发布的公告了解道,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受理,上海分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,该案将于9月4日开庭。 执行信息网显示,花家创始人王科也已被下达限制消费力,花家加盟商萧丽向回忆,他去年加盟了花家的线下店,当时距离花家资金链断链,公司停业仅仅只有两个月时间。 但是消利无论在王科身上,还是对接加盟的花家工作人员身上,都没有看到任何迹象。 据消利透露,他所在的区域加盟费是8万元,后来经过奖价大概是6万元。 作为99元包月周花产品的开创者,花家成立于2013年,根据公开数据,创业以来花家共获得6人融资,融资金额近3亿元,也曾有过单月销售达1亿元的战绩。 可以说,花家曾引领了鲜花消费的新潮流。 2018年6月,一部以鲜花行业为背景的都市青春偶像电视剧《1001夜》在湖南卫视热播,所依托的企业原型正是花家。 但是2023年9月,花家因为资金链断裂突然停业。 今年年初,王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,只要创始人不放弃,一家公司很难死掉。 同时透露他会通过直播卖花尝试还债,但是在一元级的债务面前,当前的努力似乎显得杯水车薪。